前台北市數一數二分老的那個東元街的那個殷吉利 所以他結束營業之後他就這些東西都全部 今天當然不用錢 但是辦要花很多錢 怎麼辦 辦要花五六萬塊 很重的為二樓三樓 這要扛起來 要整組 因為很重 以前那種物質文化 小朋友都知道 那個剃頭的 那種看眼鏡的都是像這種 現在幾乎都沒有這種的 有沒有 幾乎現在丟掉了 現在都是用那個什麼 電腦驗光 各種的 要不然以後連電腦都不用 直接這樣捏 第二個你來看 這邊其實我們東元街的巷池裡面 也很多像這種鐵工廠 所以我們還在想說 未來要怎麼做鐵工的 以前都老虎錢 我們那邊有一家開了八十年 他在做什麼 以前還做過那個松山飛機場 這一個差不多幾公斤 這一個差不多四十公斤 一個人說沒花起來 那你有沒有聽過 那種萬金湖 一個四百公斤的 四百公斤就沒花起來 看來帶你們去看就開了 當然我們整個 那個故事館裡面 唯一不能改變就是我們 講金箔啦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要做一個 好